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做的这一支是Fabric Castor, 辉博佳 我其实这一支比的,我本来是想买那一支什么淘宝上面翻译是叫卢恩 还是卢银,卢恩吧 然后我当时看的时候没注意看,然后买错另外一支这支什么, 资讯派, 应该是这么读吧 然后就是买回来吧,那行吧,也照样做吧,虽然说买错了 因为频道好像我看了一下也没有做过卉博家的笔 然后就随便搞一支,先来试一下吧,小事留到,然后OK的 然后可能再搞一支好一点的,这样子 一开始这个包装吧,说实话吧,这么一支笔给这么大盒子还是挺意外的 盒子上面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上面的一些正常的销售数据 然后贴上它一个Fabric Castor的一个logo 然后一个木纹的一个pattern嘛,就是卉博家最有名应该就是它金属配木杆的这种双材料结合 那这个盒子其实的一个纹理的话,虽然我觉得不是很好看 但是很能就是怎么讲呢,达到它本身的一个品牌形象 那像这个的话,我们先开一下吧 然后开一下的时候吧,我当时开看了一下里面的东西,反正挺意外的 竟然是用了一个笔盒,然后这个笔盒还超级好看的 然后整个是塑料笔盒了,因为有买笔袋的人都知道 其实,呃,我第一个我个人不太喜欢用皮的 毕竟那个,我第一个我不会分什么是PU,什么是人造,什么是真皮 呃,而且另外一个我不太喜欢用真皮的东西 呃,然后这个刚好是一个塑料笔盒 那如果是帆布的那种的话,就西正制那些的话,或者一龙手作 那那个我也不太喜欢,像这个的话,我当时也想,哇,眼前一亮了 以前看到那个辉伯家的话,就是送的那个木盒已经很给力了 就是它真的是有之前我讲末将的那种,如果加一个笔托 它就能当一个那个笔盒来用了 那辉伯家在这一点上面包装上的话,实用功能做的一定是这么多品牌里面最出众的 你讲这个笔盒其实拿出去用完全没问题了 而且你看上面的,这个光的绿绿度,我去真的是 哦,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小贴纸 哎,如果这个再深一点,再可以放那个信用卡,或者放什么别的卡片 那就非常给力了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可以再放一个那个信用卡 或者别的什么都非常,哎,哦,这是哦 各种说明书,啊,另一边,然后比银路也呢,就比了 你看,这个笔托吧,应该是跟百乐那个一样的 就是用那个西数,然后上面是一个绒毛,下面是塑料的,然后反正就是 里面嘛,还有这边还有一个,这边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啊 因为我现在屏幕是反光的,然后看到这里的话,它反正就是可以给你再塞两支笔 那像这个,也拿出门,哇,这个就是,本来是塑料的 然后再跟那个皮的看起来就是它,应该没有皮那种那么能,就我平常用的那个,没有那种那么能看那个缓冲 但是这个的话,你轻放的话还是ok的,应该不会那么抖 皮的那个的话,反正就保护性肯定是更好了,这个是不用想的 所以就,呃,这个笔盒应该我个人会留着了 然后,笔,这一支会不加的话,就是一拿上手的话 我个人应该是不打算去留了这个笔,因为,呃,第一个我,我有的笔也很多 然后就这个的话,嗯,个人觉得,呃,留,日用是比较好 但你说收藏的还没到那个位置啊 那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尺寸先 那首先我这支146,然后800 然后我,我当时看碳纤维的,我以为这两支,我看笔,笔帽这个地方也差不多 然后结果,啊,翻车了,翻车了 好,这个吧,然后百利金 好,这样子,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长度 长度的话,中规中矩跟800差不多 粗细上来讲的话,也是非常合适的一个粗细了 基本上就是跟平常的线上笔来讲的话,不会太粗,也不会太细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应该是插拔的吧 插拔的这个地方有点小紧了,但是这个非常有现代笔的感觉 然后这个笔尖,我们再来看一下146 再来看一下这个百利金 啊,不是,我又拿错笔了 一直忘了,换了那个14K尖 我把那个,我把这个示范的拿过来一下 好,让人看到的它基本上就是百利金的一个小尖了 我记得即使辉伯家的那个就是木杆的那些是叫经典吗? 经典系列吗?是叫? 它那个我记得也没有大很多,那个笔尖的话应该也是差不多,也是就大 可能就146的大小,但是应该是比800的那个尖小的,我印象中的话 因为就,那个去专柜那边,就不是专柜去店那边试过一下 但是当时,我个人不是很喜欢木杆的,所以说就没有太在意它了 但是笔尖上的话,呃,对,它也是偏长的这样子一个笔尖的,跟百利金很接近了 如果机尾到百利金的话,应该是问题不大 照这样看的话嘛,因为看那个笔尖的话,反正也是差不多的一个大小 好,那个我先把笔收下,在视频里最好看的,每个人最多人问的就是这一支 百利金海洋漩涡 好,那一个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长度 好,152.42,啊不对,没有盖紧,抱歉 139.98,啊,140吧,差不多接近是140,差不多这样子一个长度 拔帽的一个长度呢,是看一下啊 135,好 反正这个笔吧,为什么买是这样子 因为汇波加的话,就是传闻上来讲的话 基本上都是说它粗细控模非常好的一支笔 就是跟那个水人或者派克,老派克或者水人这样子 就跟这两个品牌,派和水的这两个品牌的一个 怎么说,他们的一个特点很接近 然后我就,因此就试一下了 那笔的重量来讲的话,笔想象中要重了,21.4 那比Visconti那个要重了,然后再下来盖帽的一个重量呢 啊,27,那笔帽其实没多重了,反而就是 应该最重的应该就是笔尾这个部分了,那怎么看的话 笔尾部分,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笔尖吧 啊,反而笔尖这个我是挺意外的 哎,好长的毅力哦,哇,这中锋夹得好紧了 然后上面的一个,哦,这个纹理真的是,其实真的很漂亮 个人觉得,压得很深,不会像写热的那个21k的话 就是,字,然后直接凹了一层 然后这个的话,你看就是跟146的那个 曼博龙146的那个压纹一样,非常清晰 然后这个的话,我买的是M间啊,我自己 因为我个人是M间起了,这一支的话,我买来试的话 那我基本可能会用一段时间,然后可能就到时候再看怎么样出掉 哇,上面的点原来还是凹点,我去,这么一看的话,你看这个凹点 它立体感很强啊,它这个 然后再下来看一下,那我这个是M间的一个长异力 然后再来看这个 打磨的话也是一个水地形打磨了 然后但是它中缝的话是平的,能看到吗?中缝 中缝这边的话完全就是一个 有时候这个放大,啊 中缝这边的话就平,有点像里面收 那瓜子的话应该是不太可能了 这种打磨方式就是,如果看到中间 就这样子嘛,中缝,然后中缝,然后左右两边一粒往中间收 那这种基本上都是滑的 如果是说没有像屁股间这样子 那基本上有刮指的可能,特别是细笔 那我买M间的话,第一个就是我平常写英文比较多 那不太适合用F间 F间有时候后有些笔也是有点刮的 M间的话就基本上不会刮 那不管任何笔,M间一定不刮 我只能这么讲,然后大概就这样子吧 一粒看起来非常完美,中缝非常正这样 然后我们再下来看一下 它反正这个是Fabricastor的一个 它的一个logo嘛,上面写着一个M间 然后上面的一个纹理 我现在摸其实是很平滑的 没有摸到它上面的那个凹点 但在放大镜下面看嘛 这个凹点真的是非常的一个棒 真的是很强的立体感 好,那首先这样子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支笔的一个笔 笔先吧,笔杆先吧 那首先,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它整支笔哪个地方 我都觉得很怎么讲呢 很能引入眼连 为什么这么讲呢 首先它笔尾和笔顶 你看,笔顶这里算切了一块 但是你们看这里 然后还有那个笔尾都是凹的 我记得做这么久笔 没有一支笔这里是凹的 所以说它笔型来讲的话 还真的是 就这样子是第一人了 可以这么讲 然后笔夹的话 松紧度很不错 然后你看这个这里这么弯 然后这样子压 然后这个形状 笔夹形状说实话也是死无前 死无前能的这样子一个笔夹 然后松紧度还非常OK 然后再配上这样子一个材料 当时买这一支 我以为就是 哦,原来这个那个卢恩有出这个材料的 我就搞一只 结果发现,哎,不是 但是这支笔的话 那个卖家跟我讲过 他说好像是空墨太准了 还是说太细了 然后出墨会不顺 这样子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了 那我就想,哦,行吧行吧 这个反正问题不大 这个到时候再调就好了 然后这个笔呢 它是一个碳纤维的 但其实碳纤维其实是 有用的话都知道 这个其实是 像这样子 它其实是非常薄的一个材料 非常一丝一丝一根一根的 然后密度其实也不高 它是一条非常强的 有韧性的线 然后就是可能五条变成一排 然后就这样子好像编织那样子的 然后再放到这个就是像到一个数量吗 数字的一个PVC吧应该是 或者是反正就透明的塑料吗 啊,VSEN 数字对 VSEN的话就放到一个圆 圆桶的容器 然后把那个碳纤维放进去 然后再放那个VSEN 然后给它就是倒 就倒进去吗 像现在很多家具都用这个方法 然后是这样子来成型的 那再下来先哦哦 好吧好吧 这个我忘了这个事情 它说那个没有新墨器 还好还好有一个后备的没关系 可以OK非常完美 它在这边的时候还做了一个观摩仓 但是先说一下这种这么短的观摩仓 真的一点用都没有 然后呢明显感觉到它比这里很轻 比我也是很轻 然后比我也是最重的 那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就是鞋杆上来讲的话 会跟别的比不太一样 但它这个比我非常长 那这种就是我非常喜欢的比我 你看这个比我很现代的一个 第二个握起来非常非常舒适 嗯,一刚刚开始拆的时候有点连锁 我现在发现好像又没有了 呃,然后我也不知道这支比出了是多久时间了 反而买回来不到那个200块的一个人民币 再下来它这个笔蛇反正就是也是有点歪了 呃,应该不太影响使用了 嗯,笔蛇的话说实话吧 没有想象中的那个好看 小笔尖的笔蛇最好看的 还是史密特的那个笔蛇 就那个形状 呃,像就是我第一支无印的那个了 但是这个握起来真的是挺舒服的 而且真的你看这么大的范围给你握 而且非常现代有凹槽 然后性能上来讲它真的是非常到位 它是在一个性能基础上 再加上一种就是佐美 就是灰波加的东西就非常的佐美 然后又很有一种就是craftman 就是手工工艺感的那种感觉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灰波加的一个特色 好,那个笔帽的话就是也是这样子一个非常 就这种叫那个silicon硅胶的那样子的一个 呃,材料 但是它这个的话我摸起来的话 这个应该是一个 胶,然后就是套上去或者是本身一个塑料进去 然后就是两种材料一起去注塑 这个的话我看的话应该是塑料笔 我摸里面是塑料的 然后外面是这个材料 但里面还是塑料的 我摸这个笔帽的话 它应该是上面再做了一层就是 这个把这个硅胶给喷上去 就是这个工艺是可以做到 就是直接给喷 像很多那个水壶的话 基本上都这么做的 那你一喷 然后这个还很薄 而且又很省钱 但是有一个缺点 像这种的话 有可能时间就会连 那它反而这支笔的 就笔帽套还是有很强的一个 还是有关心 就是套笔帽基本上都会有关心 而且这一套 这套虽然说的套挺顺手的 然后这个笔一拿怎么讲 哇,好长啊整个感觉 这个说不出这种感觉 没有平常那种就是其他钢笔那种那么强的关心 但是这个一写吧 我真的是笔尖笔尖是真的太小了 个人觉得 但笔杆出息是可以了 就是跟国产笔的一个情况一样 但是它这个可能是低端版的 所以说不会配那种大的尖了 这个也能理解 应该如果是说我估计上到2000左右的 它的一个尖应该会大上不少 但会不会加的尖给我印象 就是笔尖都不是特别大 然后那个我们再下来的时候就先上下墨看一下 哇,这个好紧张啊 然后它这个就这么长的笔握 然后你在吸墨器直接嵌进去了 好像有点嵌进去那种感觉了 但是也不太影响说我去看那个上墨 嗯,私下有了 但是它我不知道有没有上到上去了 我这个 好像没有,好像差深一点吧 啊,有了有了 就是如果上这个笔握的话 我觉得就是没办法就上那么一点点墨 要上的话就要上 上上不上,哦,手又弄到了 刚刚碰到那个边了 啊,行吧,没事 但是,找到那个 但这个笔的话,上墨的话有一笔尖小了 我觉得跟无印那支笔一样 就是很容易把笔握也给 就这个笔握也给掐进去 你看我笔握其实也有沾到 那有这样子一个问题了 就是笔握的一个设计了 那,毕竟尖小 那这个也没有办法 像,OK,好,插一下 然后我们来试写一下 倒是我说实话到暂时来讲吧 呃,碳纤维的一个笔杆 我还没有做过 另外一个是这个笔的话 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他这个的话,那个 为了那个笔盒 我个人觉得还是挺OK的 然后我试写一下先 哇,可以可以可以 书写起来应该 哇,这个M加好给力哦 是这么写吗? 辉博加了 不好意思,那个 刚有点事情出去了一下 好,我们继续来试写 啊,放了一会儿这个笔 啊,辉博加,然后 XMTO我就不写了 我试一下写 哇,这个笔写感真心不错 你们听一下这个声音啊 然后压一下 弹性有一点偏 软硬撕中的尖 与其说它是硬或者说它是软 它很嫩这个尖 然后再下来,因为我用的是一个M尖了 所以说出水也会比较大 但是我看爬格子来讲 勉强还是OK的 然后写起来的时候 没有刮质感 然后也不滑 可能是 可能是干尖吧 但是这个写感上来讲 挺不错 辉博加的话 一直以来 怎么讲呢 它主要是它的颜值吧 就是它那个笔的外观设计 说实话 不是很合我口味 所以我一直没有去用它 或者去考虑它 但从实用性来讲的话 就是舒适感 它这个笔的话是非常到位 就写写字的一个舒适感 然后这个笔尖的话 本身触摸也很大 那写起来的话就是 嗯怎么讲 写起来的话反正就是 嗯很实在 就是给人感觉很实在的一支笔 然后再加了那个就是 CraftMan的一个 就是手工艺的一个元素在里面 你看我这个0.5 但跟它这个0.7好像是 差不多 那如果这么讲的话 如果算这一支 它应该其他的一个 空间的话 就是它的一个 出息控制的话 应该是做得非常到位的 你看我这个0.5mm 那我再写一下剩下的 不过个人还是觉得 主流还是那个万宝龙和百丽精呢 就如果单纯以品牌来对比的话 而且 呃 惠博家有自己特色了 但是我个人还是更喜欢 万宝龙和那个百丽精多一点 然后这个的话 反正就是真的你要很喜欢这样子一支杆 我觉得才值得考虑 不然的话 其实两三百的这个 我这个还不到两百 两百以内的考虑的话 反正就是 它跟百乐来讲的话 各有特色 那你看 反正就是我买的是一个 M肩 F肩的鞋感 我就不知道怎么样 但M肩的其实说说我挺满意 但是它是一个比较粗的 F肩的这样子一个鞋感 好 那今天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我漏讲呢 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然后有什么问题 可以下面留言给我 我们下次见 拜拜